一改先前讓媒體問到保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跟太太陳佩琪 再度快閃離開 但假帳風暴持續沿上民眾黨 時任競選總幹事黃珊珊 即便保下立委職位 傳出柯文哲其實一度要他請辭 平面媒體報導 柯文哲曾私下問黃珊珊 外界覺得你該辭立委 你怎麼看被黃珊珊反問 我為什麼要辭 讓柯文哲一度語塞 對此黃珊珊神隱一整天 僅以聲名駁斥 是見縫插針 目前要善後處理申報 不是個人問題 但黨內不少人質疑 黃珊珊被停權還查帳 是求援監裁判 記者會更變每日一報 傳出柯文哲 研擬組第三方公正小組 擴大調查圈 前立委張其路 陳婉慧 前秘書長謝立功 周台竹 都被點名 難道要排除黃珊珊 那要看他有多少誠意 總不會只是找我們來背書 不能真正查帳吧 其實也沒什麼身份跟特別的角色 可以做這種事 第三方或者是這種專業系統 當然也不是不能做這個事 本來就會有第三方進來 但是這個第三方會是一個 公正的簽證的會計師 刻意要排除黃珊珊 這是完全是誤解了 這個第三方公正單位的用意 民眾黨說現階段人由黃珊珊 領導上後小組 在交由第三方單位簽證 但從前立委到前秘書長 沒人要碰著燙手山芋 仗只要一天沒茶清 質疑聲浪很難平息 三立新聞 黃珊珊珊 金台報導